公車塞塞的鄉鄉大東啊 車上的客人無論是坐到還是站到 都塞到重度塞外大家都要哀哀叫 有坐椅子的都比較好 因為稍微疼一下 稍微去怕到而已 但是站到的客人 有骨頭的手都看不掉 就塞在床上 在車門旁邊可以看到一兩三四 四的人都坐在擲擲擲著 貼貼做一個 事發就在明泉大橋下橋處 當時司機一下橋 沒想到沒有看到前面車輛已經回堵 好在有緊急刹車沒有撞了上去 但是也因此造成車上多名乘客因而受傷 六月車以後補兩點多 這台首都客人紅三十里 經過台北市民間 重路五座車無緣結構的時候 路橋頭前的車已經慢慢在動點了 但是這台公車 手機歡迎太過萬 已經要撞到才趕快打拆車 那好像是說從上面下來嘛 下來以後然後 好像說要散一台四的汽車啊 就這樣擠上整個就倒車 大概四到五個吧 滿嚴重的 因為上面都沒辦法走路都用單車踢 射機的事實在很大 有時候的人站不起來 求讓另外給他更路車 其中一個六十五歲四樓的太太 傷勢最嚴重 他的身體骨頭回去 身體骨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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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等他發現的時候他做一個緊急剎車動作 那當下四位乘客送醫院的時候我們都有帶同人過去關心慰問 那那個我們醫療費用會全權負責 四位加起來是習慣的 我們會召回公司來做教育訓練 那對他這個疏忽讓他也很自責 根據了解公車輸幾五十多歲人塞這台公車已經塞三年了 這條路線也是每天在塞 但是沒注意才發生疏忽 民視新聞 台北報導